美国中文电视的观众你们好 我是王源 中国是王源嘛 然后英文名字是 Roywang 然后这种英文名 然后我的英文名是在百度上面选的 就是因为 就是好玩吧 当时是我要选个英文名 我说没有英文名 那这百度上百度一个嘛 然后就百度 然后我说 这个还蛮好 这个又简短又好记 就这个吧 然后就这样 然后呢 是从13年 13年出道 13年8月6号出道 然后到现在 是Tierre Boys的成员之一 然后现在快四年了 然后一直慢慢的 慢慢的就活起来了 然后就很开心 然后其实 我自己可能没有什么长处 然后就是 反正一直在努力 然后一直在进步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容 然后 如果喜欢我 当然更好了 现在说就是最开始 我们出道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 呃 三 百分之十的人喜欢我们 百分之九十人都在骂我们 就说 啊 你不好好上学 然后 你怎样怎样怎样 来处断这个事情 然后你又不会活 怎样 然后就是我觉得 在这将近四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就一次一次的用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说 我们可以同时干好两件事情 可以当好艺人 然后可以 嗯 可以 嗯 也可以学好戏 就这样 然后我觉得 在这里几年里吧 就是也帮 就是也通过粉丝 然后我们自己也帮助了挺多人的 就感觉可能大家 现在我感觉慢慢的就是有很多人叫什么叫路人转粉丝 然后就是他会看到你的努力 嗯 然后看到你的闪光点 他会慢慢的喜欢上你 然后我感觉之前还有个蛮好玩的 就是比如说 呃 别人说 他说 他说你不要像那几个孩子一样学 就 就我家长说 孩子你不要学T-E-A-Boy 你看他们都不好好学习 你不要这样 现在家长都会说 你看看人家 就又好好学习 又怎么怎么样 就现在 慢慢的跟着时代就 已经成了别人的榜样这样 然后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然后 也会通过 自己这种榜样的力量吧 首先是得约束自己 然后通过这种榜样的力量 带给大家更多的正面的信息 就是 参加之后就感觉 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 不管是参加 不管是在参加 呃 不管是演讲的时候 还是坐在下面听的时候 心里都是吊着一个石头 一直绷着一根弦 就说 怕会被别人拍到 或者是怎样 就一定要 嗯 有一个中国 中国青年的形象吧 就一直要绷在那里 很紧张很紧张 因为英语不说母语 所以其实会有口音这种问题 但是 其实说的也不是很好 但是就是 我觉得英语 它是用来交流的吧 其实不是为了说 说你要说多好多标准 怎样 知道别人听得懂就好了 然后能表述清楚我的意思 后的观点就不可以了 然后 呃 演讲完 然后结束之后 我就放飞自我了 我就 就没什么可固体的 就很放松 英语都句好 真的 对 然后就是 就是都品学兼优嘛 然后和我一起来的那两个 都是高一高二学生 就是感觉 因为他们真的是在学校 有很认真的上课 然后这一方面 我还需要再补充 然后说昨天演讲 说到一些谈到的内容吧 就是说 希望每个人都能平等 然后在2030年 不管是男生和女 或者是女生 都能享受平等的待遇 受到一 受到优质的教育 然后享受公平的福利 然后还有就是 可能那些弱势群体 或者残疾人 也能被人平等的看待 其实我以前老家也是 农村因为爸妈妈那边 然后就是 有很多人就是上学 可能小学上了 他就不会再上学了 就种地 然后 他们的孩子 生下来也是上个小学 就种地 就一代代的循环 我觉得这样 是 对中国未来 或者是怎样 没有什么好的发展的 大家都要 有好的教育 能创新才能这样 然后我之前看电视的节目 也有很多人就根本 受不到教育 生下来就种地 然后一代代的就这样 就 他们就被禁锢在那大山里面了 就 是 示范不出他们想说的那些话 然后 自己的灵魂 可能也被隔在大山里 接触不到外面的世界 就是这样 然后 我觉得 其实 每个人都有 受教育的权力吧 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所以希望在未来呢 这些人也能越来越好 因为之前我也有 在关注一些工艺项目 就是我的粉丝也很热衷于工艺 然后之后 我觉得 可能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因为后来我和 联合国的驻华协调员罗氏李先生 见面之后 然后我们谈了很久 然后我也说出一些我的想法 就是 就是告诉他 我会用我现在的能力做哪些事情 然后我 我说了我心中想到的 其实中国青少年声音有很多 然后我现在可能只能传到我的声音 然后之后的话也会更多的听取 中国青少年讲的吧 然后我那天 在和中国团中央的领导人那谈话的时候 他在我旁边 然后我们在聊 他就说 他说他觉得中国青少年 在国际青少年面前 就是其实有点胆怯 就是 他说有时候 可能我们不会主动出来 说出我们的问题 这样的话 问题就得不到解决 然后我也希望 就所有的中国青少年 能慢慢的越来越好 然后能够勇敢的说出自己的心声 其实我一直不觉得我比别人优秀在哪里 我觉得我们做到的事情 别人也能做到 只是因为我有这个机会 很幸运的 能够成为大家所瞩目的这个人 所以我要把这些好的美德啊 然后通过我自己 作为一个媒介来放大 就是 其实我并不觉得我自己有多优秀 就是说 只是把自己能力所能及做到的事情 然后做到最好 就是很发达国际大都市 然后街道很干净 然后天气很漂亮 因为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 就是天还没亮 然后我看着那个招侠升起来 然后拍照很漂亮 就那么漂亮 他就说好冷啊 巨冷 我觉得也很冷 对 我来的时候下雪呢 因为我之前见的都是 鸡血滑雪场的雪 没有见过真正飘的雪花 所以我舔了一下 没什么味道 有点冰 就对着天嘛 还是往你嘴里飘 我现在感觉荣幸 跟联合国一样很荣幸 能够站在中国13亿人面前 给他们第一个表演节目 就是分量很重 然后排练的时候也排了很久 很多次才排 然后就是每一次都在调整 每一次都变得更好 然后最后一次我觉得是最好的 那天我来纽约 我还是逛了时代观察 我也看到我自己了 就是那个央视2017春晚 我一看 哇 这谁呀这么熟悉 一晃而过 就是我 然后就没有了 我等了好久就没有再出现了 就一晃一点 就一瞬间 但我从 对 但我从那个帅气的剪影 我知道是我自己 2017年没什么大事 就王鹏 然后还会有其他的 比较短时间的节目 然后自己也会在 上学的间隙 学一些新的东西 哇 其实都没有什么偏好 就是每一项工作都很开心 因为都可以学到不同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其实唱歌 唱歌我又喜欢它的点 就是能够表达自己的情绪 然后 但演戏呢 其实就是 你当时拍完那时候 你就觉得好无聊啊 又没有什么可看的 但是等戏播出的时候 就会非常惊喜 然后主持呢 就是我们在每一次主持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改变和进步 这一点我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我未来 我现在还没有想到 就我现在想的是 因为新的一年要好好学习 然后这三方面都不能落下 然后可能到两年之后 上大学的时候 才是真正需要考虑的时候 2017年希望 就顺顺利利的呗 就是 就是我现在制定的这些计划 就一个一个的好好完成 然后稳稳的把它发展好 然后在每一项上面 都用尽自己全力 不留遗憾就行了 每几天就可以回去 然后到时候回家 会把什么 没放鞭炮啊 没吃年也反正都会补上 反正我觉得 粉丝喜欢我这些事情 我觉得很满心 然后粉丝我有做的一切 不管是就是为了我去宣传 或者是投票什么 做公益都非常满心